Oh you music 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這一集呢就是要開始講 Lofi版本 Mojito 哨康的聲音是怎麼做後製處理的 好老實告訴大家 因為它就是Lofi版本 所以人聲在處理上 根本沒做什麼事情 就是加入大量的reverse 這個我先關掉 好首先呢我們先跟大家看 它錄製的部分就是錄這樣子 這黑色都是它錄製過的好 那下面是處理過的好 它錄製完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樣用這個melody 去修它的人聲的音準跟拍子 OK好 這個也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把它音準不準的地方 給它做一個修正這樣子 第一個跟第二個都有好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蠻推薦melody的 melody 基本上它可以處理大部分 所有人聲錄製上面的一個後製 好雖然 Logic Pro內建也有修音準 QBest Pro也有內建修音準 但我覺得melody是一個 我覺得可以修出更自然的 而且更智能的 更人性化的聲音 因為它可以偵測你的呼吸聲 它可以偵測蠻多的 你在調整的時候呼吸吸氣 並不會被調整到 所以那種所謂的電流聲音 就會比較少出現好 那我覺得它是自然的是好的 修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bounce出來 把它bounce出來 就是把這一個 就是把它變成這些 好 所以這個我們先把它關掉 修正完之後 你看喔 melody下來之後 就直接到這邊 你看 我只掛了兩個效果器 第一個是 CLA76 這個是一個 compressor 好就是 第一步先做 compressor 我希望它的聲音 再做一個壓縮 好我們先來聽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 它壓縮量是蠻高的 -7以上 這邊我做了蠻強度的壓縮 那7-6這一個 它是一個我覺得 它壓縮速度是快的 好我覺得很適合用在一些 歐美的流行歌曲 或者是我覺得lo-fi的流行歌曲 放給我的愛人來一點 好 沒必要壓這麼多 OK我們就壓著 好 放給我的愛人 那output 你可以再增加你想要音量大 放給我的愛人來一點 不要太大 OK 放給我的愛人來一點 Attack 基本上 是快的 好 因為我要快速壓縮 release大概在4左右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壓縮器很簡單 我覺得就把它挑好 input跟output量就好了 好 好那它這個就是壓縮的threshold 這個預值好 那output就是最後呢 你想要正義多少 這個壓縮器我覺得 它自己也有一些preset可以用 譬如說你可以用Vocal 它會給你一些Vocal的設定這樣子 很簡單吧 這個都加了7-6這個 CLA76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前面不是聽得到有一種很像radio的感覺 這邊呢我用了webs裡面的studio rack 好studio rack 裡面有一個 它有一個preset就是am radio 這一個preset5 好有一個am radio 那這邊studio rack就是一個webs最新出來的技術 就是它是一個機架式的一個效果器 也就是說你的效果器不用直接掛在這邊了 它就已經先把你掛好 你可以再 但你可以自己再決定說我想要掛什麼進去 好這個就不再多做說明了 你可以到webs的YouTube上 它有很多的教學 就是說你也可以自己決定我想要掛什麼東西進去 然後自己設一個自己的一個preset 你可能自己常用一些EQ啊 reverse啊 然後compressor啊 什麼東西把它弄進去 以後它就是一個快速處理的一個 機架式的效果器欄位這樣子 你就不用再一個一個去點 就是你可能在這邊 或者是從cubet 就是一個一個去掛下來 你可以自己設定很多東西 OK或者是你直接用preset 這就不多做解釋了 好那掛上去之後我們再聽一下 如果把lo-fi tone調比較沒這麼多 聽一下 那我喜歡它的感覺應該是說 它我不要那麼亮 它是悶悶的 就是有點像在radio裡面的感覺 所以我直接調到1000 這邊有一個好玩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我做了automation 把它點開 好你看喔 這個是從低到高 lo-fi這一個有沒有看到 它等一下會自己動 就是我從這個低跑到最高 這樣子 麻煩給我的愛人 來一杯某一棟 我喜歡越來越扁 我喜歡越多超越虛世的冤夢 而我的咖啡 常不用再多 這世界一定 靜靜為他牽著過頭 你有發現聲音越來越扁 就是故意用這個做法 好那這東西我覺得 你做一些歐美的歌曲 lo-fi或者是EDM電子的東西 這種畫automation 由低到高的做法很常用 就是或者是你直接開一個頻率 直接是像這樣子 好然後你畫一個automation 它可能前面是唱將 比較悶嘛 然後越來越亮 越來越亮 然後最後就是 進入到下一個段落這樣子 好這個做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其實這一個 跟剛剛我們畫EQ 大概同一個意思 就是你只是想要做什麼樣的感覺 那其他的我就沒動到什麼 就是我覺得它這個給出來的感覺 是喜歡的 好那我還蠻喜歡這個J37的 那J37也是一個 我覺得它是一個潤色的一個效果器 好那我們就不再多說 這個Waves太多東西 OK好所以我這一個你看 我只掛了兩個效果器 好這是剛剛開的嘛 就是J76 好跟這一個Studio Rack 然後直接選到我想要的 AM Radio Preset 5 OK好然後去調這個 故意有點稍微做一些變化 用automation去調這個旋鈕 好把聲音從悶 推到越來越尖越來越亮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結束了 然後掛一個Buds 2 好Buds 2一樣看一下 一樣你看我最喜歡的 Vocal Hold Bright 好我覺得它聲音可以再亮一點點 好就是它的Reverse效果 我不要太悶 好所以它在這邊你看 它把低頻給卡掉了 有點像我們在處理人生第一步的時候 卡掉 然後這邊沒有做太多的東西 我也不希望它的聲音 Reverse給我太亮 太突出的表現 我希望它自然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我還蠻喜歡的 OK接下來我們往後看喔 這個你看也掛了這個716 其他就沒掛了嘛 因為我不希望它後面是變成一個Radio感覺 所以Radio在前面就好 後面就直接回覆到正常的聲音 好很快的就是把它做出來 好那這邊呢一樣是掛Buds 2 就是剛剛那一個Reverse 到後面這邊呢 我們再把Reverse偷偷給它提升起來 一樣畫Automation 他說不出話 卻愛不忘 好不舒嬅那邊 就故意開很大的空間 然後去營造不一樣的那種設計感 所以我覺得做這個編曲 做的蠻開心的 可以設計很多你想要呈現的感覺 那我中間會有很多的畫面 可以去怎麼去做怎麼去執行 好第三個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是掛一個76 好這個都就是壓縮器 沒什麼好說的 這個呢我們也掛了這個Vocal Rider 好一樣Vocal Rider 先讓他算一下 算完之後再去編輯我想要的營量大小 好然後這個也沒多做什麼 但這邊要跟大家講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掛了82跟83 好82跟83是什麼 就是一個Rever一個Delay 對不對好那Delay呢很簡單 Delay我就掛一個Waves裡面的HDelay 也沒多做什麼 也沒有去畫線什麼 就讓它順其自然的去留Delay這樣子 絕愛不活摸 萬萬情緒的過度 你說在記住 孤單都被降伏 鐵柱的招牌 錯落著腳 這邊其實你會發現 欸我們跟院成 做人生後製方面 其實掛的效果器數量差很多 但是就要跟大家講說 這不是說用越多效果器越好 用越少效果器好像越不用心 不是喔就是說 這就是回到歌曲看你要設定什麼風格 然後你腦中希望它能夠什麼呈現 腦中沒有畫面或者是你沒有希望的感覺 你可以去聽別人的類似這種歌曲 它大概都怎麼做的好 這首歌應該會跟別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做混音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創作 設計你想要呈現的感覺 像我前面就加了這個Radio的效果 前面也可以不加 那不加就是跟一般的歌曲一樣 那大部分的邏輯思考也就是不加嘛 那今天就是用混音當作創作的話 我就加一個這個好像Radio的感覺 那Radio放在lo-fi裡面聽起來也不違和 就是它也是屬於同一類型的 OK好所以在人生處理的部分 其實老實說它做的內容沒這麼多 但我覺得創意性質會比較多一點點 OK好最後母帶一樣是掛上O-9 好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在院成裡面也是這三個 加一個這個最後最大放大器 那我這邊掛一個imajor imajor效果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我可以選擇我想要的頻率去拓管它 好因為我覺得這種風格的歌曲 讓它再寬一點點會更肥厚 所以也就是說我把所有的聲音 全部集中在中間的話 那聲音聽起來就比較擁擠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可以多加一些空間性 好聲音可以再拓寬一點點 所以加了imajor 給大家看一下低頻的地方 我們solo聽一下喔 低頻就好 低頻聽起來有沒有覺得好像打中心臟對不對 低頻建議是不要拓寬 你聽聽看如果拓寬會變這樣 是不是整個都糊掉了 你的耳機裡面全部都糊都是 嗯嗯嗯的這個聲音好 所以建議是低頻的部分 我們不會去處理到低頻把它拓寬 中頻的部分呢聽一下 中頻我提了一點點就是寬一點點 好再加上這個中高頻聽一下 也把它提升了 這個往上拉就是提升就是讓它拓寬 好最後就是這個高頻這邊 通常我畫的這個線大概就是這個高頻會再拓寬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它代表了很多的空間性的感覺 所以空間感再拓寬整體的音場會更豐富 所以如果你用耳機去聽這首歌的話 我覺得你會發現哇 整個耳機是環繞著很豐富的音場表現這樣子 好這個耳機聽起來會感覺差異會蠻明顯的 好那最後呢就是一樣放大 OK就到這邊人聲處理上跟混音後期處理 其實沒有做太多的調整 好所以在製作這首歌上面呢 前期的思考花比較多時間 我大概想要做什麼樣的風格 然後後製上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好跟流行歌曲不太一樣 流行歌曲可能要邊聽啊 然後邊想邊去做一些後製 但我覺得這首歌做起來是愉快的 因為我加了很多我想要的創作元素進去 然後讓它做一點跟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好所以製作上是愉快的 然後也是非常快速的 OK好就到這邊 如果你想要學音樂創作 音樂編曲混音後製處理的話 我們有準備一套非常完整的系統性現場課程 等著你喔 掰掰